8月9日,话剧《活着》在杭州举行的发布会 原著作者于华,话剧导演孟金辉 以及主演黄博,袁全纷纷到场 据悉,该去在津津两地的八天巡演 吸引了众多文艺界的名人 其中步伐张子怡,杨岚等知名人士 而安排在本周末的杭州巡演 更是遇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票房如此火爆 作为原作者的于华一开口就要感谢孟导 他干得很出色 所以确实这个话的首演 我看来我是非常感动 当然,该剧能够收获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自然离不开主创门赛幕后的艰苦付出 黄博更是透露自己在排练中一度面临崩溃 中间也面临了几次崩溃 难道还有时间半个月 有一天导演 我们整个人都拉拉的导演说了一句 说刚刚我们整个人看了一遍 我的感觉是前面都不要 我们从来 所以其实还要看剧导演的绘制 演出过程中两位主演的表现尤为突出 颇受大众好评 而作为该剧导演的孟金龟 在谈及黄博和原权在话剧中的表现时 也是大家赞赏 最后孟岛还表示 为了能够让更多山区的孩子生活得更好 收获属于他们的梦想 剧组会拿出部分的收入资助他们 帮助他们更好地活着